随唐太宗平定四方 两极薛颜陀 平定弃北 大破东突厥 灭亡高孤立的大唐英国公李济 李济原名徐世纪 自冒公 曹走李胡人 应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秽 改名徐济 后来被次姓李 也就成了李济 一身历世唐太宗 唐高宗三朝 深得朝廷信任和重用 唐朝初年名将 与魏国公李济并称 随朝大爷末年 见天下大乱 李济就近参加了宅让的瓦岗军 此时 随朝名将张须陀 率两万多人讨伐瓦岗 宅让惊恐之下企图逃走 李济予以制止 随后 瓦岗军采取诱敌深入 伏兵袭击的战术 将随军全部歼灭 张须陀一战死 当时 蒲山公李密 参与了阳玄感反叛 兵败逃亡 李济与王伯当 知道李密为天下英雄 一同劝说 让宅让奉李密为主 以收买人心扩大影响 大业十三年 公元617年 李密自称魏公 大封官爵 李济被封为 幼武侯大将军 统领本部 同年 随朝令江都通首 王世冲等率军讨伐李密 李济使用奇迹 在落水两岸 几次大败王世冲 李密因此封他为 东海郡公 当时 河南 山东大水 鸡鸣遍地 随朝 政己不周 每天 饿死者 有数万人 李济向李密敬言 天下大乱 本事为基 如果我们 攻陷 泥阳国仓 大事可成语 李密听计 派李济带五千人 自元武渡黄河 演习黎阳仓的随朝守军 当日攻克 开仓招民众随便领粮 十天之内就招募到 兵士二十多万人 武德元年 公元618年3月 幼屯魏将军 宇文化吉 在江都试杀随阳帝阳广 5月 李密派李济 侦讨叛将王德仁 以报其杀了防炎藻之仇 李济击败王德仁 迫使其投降了 唐王李渊 李济守离阳仓 宇文化吉率军四面功臣 形势危急 李密亲领五百骑兵持援 李济一从城中向外挖地道 忽然现身城外 两军里应外合 大败宇文化吉 迫使其解围而走 同年 太府亲袁文都 等拥立岳王阳栋 在洛阳称立 年号皇太 使称皇太主 十年十六岁 皇太主派使者赦免李密等人 李济被重新授为幼武侯大将军 授命讨伐宇文化吉 武德元年十月 李密被王世聪击败 聚集于众 归降了唐朝 李密原来所统领的属地 都有李济接管 武德二年 公元六百一十九年 李济派使者致信给李密 使者出道朝廷 李渊听说李济没有奏表 只写信给了李密 颇感到奇怪 带到使者把李济的本意告知了李渊 李渊才感到开心地说道 李济感怀主人的恩德 推辞功劳 确实是纯臣 下诏封他为黎阳总管 上驻国 封来国公 又加授 又武侯大将军 改封曹国公 并被赐姓为李氏 加入中正蜀籍 在此两天五十寝上等宅地一所 李济此时改名为了李世纪 不久后 李渊命李世纪统率河南山东的军队 抵抗王世冲 武德三年 公元六百二十年四月 李世纪随秦王李世民大败宋金刚 同年 李世纪又随李世民讨伐王世冲 接管了广州 郑国太子王玄宁 企图攻取广州 李世纪将其击退 李世纪又派郭孝阁劝降了郑国 荣州赐使魏禄 扬城汴州 也相继来降 武德四年 公元六百二十一年 郑国的郑州私兵沈岳 请求献出虎劳官详唐 李济夜间埋伏军队接应 占领了虎劳官 抓获了郑国的金王王行本 又参与了激情窦建德 扶翔王世冲 七月 唐军整军回朝 李渊论功行赏 李世民为上将 李世纪为下将 他与李世民等二十六人 一同身穿金甲 乘着冰车到太茂去报捷 武德五年 公元六百二十二年三月 李基在明水之战中 击败了刘海踏部将的高雅贤 七月 李世民进击自称鲁王的徐元朗 连取了十余座城池 迫使江淮义军首领杜福威入朝 李世民鉴于局势出定 于是 刘李济 与淮安王李神通 行军总管任魁 等继续讨伐徐元朗 自己则班师回朝 经过连续的升迁 李济已经官拜左监门大将军 之后 徐元朗又占据衍州反叛 朝廷受李济为荷兰道大总管 前往讨伐 不久后 李济便擒获了徐元朗 展其首级献给朝廷 衍州就此平定 武德六年 公元六百二十三年八月 李渊命令李济 与赵郡王李孝公 领南道大使李济 淮州总管黄军汉 一同讨伐江淮一军首领 辅公时 武德七年三月 李孝公李济率领水师 沿长江而下 李济率领步兵一万渡过淮水 攻取辅公时占据的寿阳 直抵辖史 辅公时的步将陈正通 率兵两万囤住在梁山 右派他的大将冯慧亮 同率水军三万 用铁锁连接大战船 以阻断长江的航路 陈正通还在长江西岸 构筑堡垒 分手水陆两军 以此抵挡唐军 李靖等首先攻破了 陈正通冯慧亮等人 所住所的博山清陵等地 随后又进兵丹阳 辅公时闻讯后大惊 企图率残部 弃乘东逃 以及陈胜追击 在武康县将其斩杀 并分别逮捕其渔岛 江南自此平定 武德八年 公元六百二十五年 东突节节力可汗 入侵并州 朝廷命李济为行军总管 在太古迎接突厥 将其驱逐 武德九年 李世民继位 拜李济为并州都督 赐封役九百户 公元六百二十九年 唐贞官三年八月 李世民接受了 代州都督张公景的建议 命兵部尚书李靖 为定乡道行军总管 以张公景为父 决定对东突厥发起 强大的军事攻势 十一月 李济被授命为 通墨道行军大总管 与华州刺史财少 宁州大都督薛万彻 等统帅十几万军队 全部接受李靖的统帅 诸将分道出击突厥 贞官四年正月 李靖率经其三千夜席定乡 杰利可汗误判了唐军的兵力 仓促北撤至戈壁沙漠边缘 其步众多有叛逃 同时李济从云中出发 在白道与杰利可汗军遭遇 唐军奋力冲杀 突厥溃捕成军 杰利可汗战败后 向西逃往铁山 收集残部数万人 派使者求和 朝廷命令洪卢清唐检 将军安修仁前去安抚突厥 李济同李靖会师 与他商议说道 杰利虽然战败 人马还多 如果走过沙漠 得到九姓铁乐的庇护 道路遥远显著 就很难追上他们了 如今下诏派唐检到那里 突厥必定放松戒备 我们随后去袭击 这样就可以不战而平定贼寇了 李靖听了 握着他的手腕说道 林的这番话 就是韩信面填衡的策略 于是一起定计 李靖率兵连夜出发 李济领军跟进 李靖行至弃口 突厥四处溃逃 杰利率部中一万多人 想要逃过沙漠 被李济阻拦 突厥的大酋长 率领自己的部落 一起投降了李济 李济在俘获五万多人后 顺利归师 东突厥自此灭亡 贞观七年 公元633年 靖王李治 摇领并州大都督 朝廷受李契为金子光禄大夫 代理并州大都督府长使 其后 李济因赴丧离职 在不久后又获启用 官赴原职 贞观十一年 公元637年 李济被改封为英国公 世袭齐州刺史 当时 朝廷所处的世袭刺史 都只是挂名 不到周郡就任 于是他又以 并州大都督府长使的官职 摇领太子左卫率 李济在并州任职共16年 另行禁止 颇为称职 李世民曾对侍臣说道 随阳帝不能选贤安民 只知道驻长城来防备突厥 对事情的认识 糊涂至此 正现在委任李济在并州 就是突厥 畏惧他的威名逃走 边塞安静 难道不是远远的胜过驻长城吗 贞观15年 公元641年11月 李济被征调入朝 任兵部尚书 他尚未复任 正遇上薛颜驼 珍珠可汗 派其子大渡舍 连同铜锣 蒲谷 回合 墨河 还有席 等少数民族部落 领军20万 南清突厥 莫利碧可汗 阿史拉斯摩 阿史拉斯摩率部众进入长城 退守朔州 并向朝廷派出使者告急 11月 朝廷命令营州都督张检 统帅索部 直逼薛颜驼东进 李济被任命为朔州道行军总管 率领部族6万 其军1200人 囤住宇方 与灵州道行军大总管李大亮 梁州道行军大总管李席域 等分兵抵御 刚开始交战时 薛颜驼占据上风 薛颜驼可汗之子 大渡舍趁胜追击 射死了唐军战马众多 李济命骑兵下马 持长朔直冲 大破薛颜驼军 斩首三千余级 俘获五万余人 及马一万五千匹 大渡舍独自逃走 贞观17年 公元643年 因皇太子李承前谋反案 李世民在与李济 长孙吴继 房玄龄等商议之后 决定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其后 朝廷改授礼记 为太子詹事 兼左卫帅 家卫特进 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世民对他说道 郑的儿子刚当上太子 你原来是他的长使 无尽把宫中的事情委托给你 所以有这样的任命 虽然委屈了你的阶位 资历 希望你不要见怪啊 同年2月28日 唐太宗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宁阴阁 李济名列其中 位于第23位 贞观18年 公元644年2月 李世民认为高孤立的军事统领 冤盖苏文 弑军残民 轻暴邻国 准备派军讨伐 11月 李世民任命刑部上书张亮 为平香道行军大总管 率水军自来州渡海攻平壤 李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 领步骑军六万 以及南河二州的外族降军进攻辽东 张李二军协力并进 贞观19年2月 李世民亲征高沟立 同年 李济所部抵达幽州 与各路唐军会合 之后李济从柳城进军 大张声势 表面上做出要通过怀远镇的假象 暗中却派部队北上 直驱涌道 出其不意进攻高沟立 4月 李济从通定渡过辽水 抵达玄兔 高地人大为惊骇 各城都闭门自首 4月15日 李济与李道宗和共盖谋城 至26日现成 俘获百姓两万多 粮食十万多时 随后 李济率军直逼辽东城下 李济围攻辽东12日后 李世民抵达辽东前线 率领精兵会师 最终将其攻陷 此役 唐军共杀敌一万余人 又俘获了高沟立一万多人 百姓四万口 6月 李济又转攻白岩城西南 迫使其城主归降 之后 李济参与了围攻安士城 李世民设计将高沟立援军 又至安士城东南 唐军依山为阵 又命李济率 一万五千名步骑兵 在西岭步阵 长孙无忌率 骑兵一万一千人 从山北穿越峡谷 冲击高沟立军阵 李世民轻率 四千步骑兵 掩齐西谷登上北山 高沟立北部都督高延众 众计大半 高沟立被斩首两万余人 安士城之战后 高沟立举国震惊 后皇城 银城等地军民 皆弃城而逃 数百里内断绝人渊 最终因辽东气候转寒 草枯水动 军队及战马难以久留 且粮草将要耗尽 李世民于是下令班师 此年 李基趁薛延驼泪乱之机 在玉都军山 招抚了伊特务师可汗 又纵兵击破了薛延驼残部 前后斩杀五千余人 俘获男女三万余人 彻底灭亡了薛延驼政权 贞观二十三年 公元六百四十九年 李世民卧病 对李志说道 你对李基没什么恩惠 正现在准备贬他为外官 正死后 李应当授予他蒲叶之职 他就蒙受了你的恩惠 必定为你尽死利 于是派李继出任谍州都督 李治继位当月 又招李继入朝 败为洛州刺史 接着又加封开府一同三司 命李继任同中书门下 参与执掌军机事务 同年 败为尚书佐蒲叶 永辉四年 公元六百五十三年 李继被册封为司空 李治命令为他画像 还亲自为画像作序 永辉六年 公元六百五十五年 李治遇废王皇后 立朝以武士武则天为皇后 朝中大臣反对 李继回答说道 这是陛下的家事 何必更问外人呢 李治自此坚定了 废王立武的决心 而李继也因此得到了 李治和武皇后的信任 宁德二年 公元六百六十五年 李治东封泰山 封李继为封善大使 随驾前行 前封元年 公元六百六十六年 冤盖苏文病死 其子全南生 记长国事 全南生的兄弟 全南建 全南产 趁机发难 驱逐了全南生 全南生投奔了唐朝 恳求唐朝发兵相助 同年十二月 李治任命李继 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 兼安抚大使 撕裂邵长博 郝楚军 担任副首 庞同善 妾毙和立 等一同受李继调遣 再次出征高沟立 次年 即前封二年九月 李继首先攻拔了 高沟立西边要害的新城 并趁机挥军进击 连线十六座城 李继挥军直进 连取新城 南苏 墓底 苍延 浮渝 宜景等城 并与窃臂合力等 合为平壤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 高沟立王 高藏 派全南产 等人持白帆投降 李继以礼相待 而全南建 仍闭门抵抗 不久之后 僧人姓臣 开门接纳唐军 李继趁势进攻 一举攻陷平壤 勤获全南建 至此 高沟立灭亡 此战 唐朝供获五部 176座城 69万7千户口 将其划分为 九个都督府 42州 100个县 设安东都户府 同管高沟立旧地 总章二年 公元669年 李继被加授为太子太师 并增赐封益 连同以前的 有1100户 同年12月 勿生日 即公元669年 12月31日 李继病逝 享年76岁 李治闻训后 为之悲哭 下令绰朝7日 并册封李继为太尉 扬州大都督 赐嗜好真武 又赐给官木 允其陪葬赵宁 命思平 太常伯 杨日芳 监护丧事 到了下葬当日 李治亲临 魏央公故臣 登上宫楼 为他送葬 望着临车痛哭 李治命令百官 送葬到魏央旧城西北 所住的坟 依西汉名将魏清 霍聚病的先例为准 仿照阴山 铁山 及乌德建山建筑 以表彰 李继击败突厥 薛颜头的功劳 在唐初 得到同等待遇的 只有李静 因此 二李 也被共称为 出唐最厉害的将星 上元元年 公元七百六十年 李继成为五臣王庙中 配享的十位历代名将之一 同时代被列入五庙十折的 只有魏国公李静一人而已 建宗元年 公元七百八十年九月 唐则宗平定前代功臣 李继等二十四人 并定为第一等 十二月 朝廷社 国初以来 将相功臣 名记崇高 功效名著者 以拆次分二等 分上等和次等 经过评定 李继等三十四人 并定为功臣上等 宣和五年 公元一一二三年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妙 七十二位名将中 亦包括李继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 李继亦位列其中 李继监通医学 曾奉旨 与许敬宗 孔治曰 于智林 等编新修本草 新修本草 是中国第一步 由政府颁布的要点 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要点 它比欧洲最早的要点 公元一五四二年 颁布的柳伦堡要点 早了整整八百三十三年 无论是旧唐书 还是新唐书 五代和北宋的史学家们 评价前朝人物李继时 取得了相当一致的见解 都把它放在了 与李敬比肩的位置上 他的人意 忠诚和坚韧的价值观念 让他从随末无数的草莽豪杰中 脱颖而出 实现了一场正能量的翻盘 促成了无与伦比的人生高度 在清代 长篇张回体英雄传奇小说 说唐演绎全传中 李继被演绎成了瓦钢寨的军师 如同诸葛亮刘伯温一类的半仙级人物 徐茂公 继续